各个版本的旗帜僵尸都有什么不同 第一原版旗帜僵尸 原版旗帜僵尸并没有什么特点 手里的小旗子便是它的使命所在 第二95版旗帜僵尸 95版旗帜僵尸最特别的 就是它脑门上顶着的铁桶的防御力惊人 比原版旗帜僵尸更难消灭 第三火死人版旗帜僵尸 又名摇旗僵尸 在95版基础上 使之防御力更加惊人 看着它那大大的五箱母弹脑袋 看着就很可爱 第四国际版旗帜僵尸 国际版旗帜僵尸画风更加的现代感一种 其他语言版无异 第五时空版旗帜僵尸 时空版旗帜僵尸除了它的手上的旗子变成白色 其他功能语言版无异 第六冒险时光版旗帜僵尸 冒险时光版旗帜 僵尸手拿个垃圾桶头带小五箱弹 这装扮有种非主流的感觉 但是它的防御力和攻击力 是这几个版本中最高的 好 对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